那鹰枪声林志玲,你装什么装,这是在北京!没想到志玲姐姐下一秒的举动把那姐给整惨了啊! 根据REZOO的报道,那鹰的大姐大做事风格是在演艺圈下下有名的,有次她在猴被残的节目上,还大爆料了自己劝林志玲喝酒的故事。 当时,把林志玲弄得狼狈不堪啊,事情发生在某一年的艳燃慈善基金晚宴上,经纪人带着林志玲到处敬酒,正好做到了那鹰那桌,那时,林志玲和那鹰还不熟。 林志玲便主动跑到那鹰身前打招呼,并拒住一杯红酒跟那鹰说,很高兴认识那姐。那鹰就一口气把酒给钱了,结果林志玲还拒住酒杯站在那里不喝。 那鹰不高兴了,当即翻脸,说这就不对了,你为什么不喝?林志玲就有些不自然,故作发点啊,表情那鹰当场没模仿了一下,笑晕。 这时,经纪人红伟名帮林志玲打圆场,阴阳怪气地说,那姐,她不能喝,看到这个说话怪气的经纪人,那鹰更来气了,直接打断,说你闭嘴。 然后看住林志玲说,你喝还是不喝?林志玲推脱,我喝完了会全身都红。 那鹰维继续发标,林志玲,你可是在北京。你不喝的下场是什么,你知道吗? 红伟名赶紧跳出来打圆场说,好,那你喝一点点。遭遇那鹰的各种霸气逼合,无奈之下,林志玲喝了一小口。 这下,林志玲可有罪瘦了,身上立刻开始发红,坐在那里不停地挠,没过多久,就和经纪人尴尬的离场了。 看到这照片,有网友说林志玲活该,如果是别人跑到她的桌前来逼她喝,那她说不能喝还可以理解,但是是她去主动给别人敬酒,人家喝完了她却说不能喝这不是找骂。 不过那鹰却说,这其实也把我给整惨了,我真没想到她是不能喝啊,但不能喝干嘛还找我敬酒啊,我事后有想到倩请她吃饭了,只是她大概也怕我了吧笑。 谢谢大家。